西城男孩唱的平凡之路 你们听过吗 西城男孩的最新线上演唱会 一首朴述的平凡之路 目通反响 有网友评论说 感觉看到了未来 地球上所有人都在说中文的场景 也有人说 为西城男孩的中文点赞 让中文走向世界 其实不难看出已经有很多人 开始关注和探讨汉语输出 这个文化现象了 随着中国在全球影响力的提升 以及关注度的提高 中文学习逐渐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 你知道吗 全球共有180多个国家和地区 开展了中文教育 70多个国家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而对于华裔青少儿来说 有天然的中文语言环境 学习中文将事半功倍 华人父母想让孩子学习中文 回国发展 不要错过最佳时机哦 赶快学习起来 想要了解更多有关中文实习的干货和知识 请锁定新东方笔林中文